哎呦斯 这里是迪伦老哥 万众期待的大嘻哈时代一 Reaction 现在我回来了 上一次呢 我们100秒的抢竞赛呢 还没有结束 这一次呢 我决定不好听的歌曲 我就量子速听了 好听的歌曲我们把它听完 然后 我这一次决定 不好听的歌 我就说的严重一点 我只是为了节目效果 希望如果本人听到的话 不要生气 我会尽量的娱乐化一点 不会说的 反正也不会让你太恶心 如果说是你觉得太恶心的话 那就来找我battle 随时准备 不服来干 Let's go 启动锐评模式 开始我们的 下一个选手的Reaction 10年 那我会觉得 他没有增长10岁 他把他17岁那一年 活了10次 其实他还是一个 大概高中生 那个感觉 就是眼前的路 不知道怎么走 人生有一堆挑战 面临的差 我去 刚刚我在看那个影片 介绍的时候 我发现台湾人 真的有些人 真的很会讲 有点像 我觉得有时候 感觉这个台湾人 有点特别像 大陆这边的东北人 真的很会讲 要上台的这哥们叫三小 然后三小不是骂人的东西吗 OK 虽然我也一直不知道三小是什么东西 刚刚那个镜头 他说他27岁 然后里面出现了一个制作人老哥 那个制作人他说 我感觉他只是把17岁活了10次 太屌了这句话 把17岁活了10次 那么如果说38岁你可以说 你把你的18岁活了20次 太屌了 这句话说的漂亮 这句话说的很好 我觉得很正能量 只要超过了17、18岁 你就把它定格在这 不要把岁数变成你的包袱 我开始期待他的舞台了 去秘密基地学BBOX 然后我就开始认识了这些人 秘密基地什么地方 黑帕秘密基地 玩Ross获得很大的成就感 还有跟人连接的关系吧 跟人连接 我们这边连接有其他的意思 他这种背着书包 戴着一个黑框眼镜 戴着一个这种棒球帽 感觉太程序员了 商务感 感觉这种上班的感觉太严重了 但是如果说 看起来普普通通 但一开口会杀人的话 就肯定更牛逼了 Let's go 我听完了这首歌没有杀人 其实像这种生活也很普通 情绪很阴谋 然后整体歌曲氛围很压抑的 这种音乐作品 很容易做得很无聊 这种歌是最难写的 可能上初中 初一初二 就是那种在叛逆期的人 可能会喜欢 因为在叛逆期的人 就很喜欢这种伤感文化 我之前在叛逆期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伤感文化 要么就是拿小刀 在手上拉几条疤 你们会不会这样做 然后就是让自己感觉 就是那个时候很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受伤的人 然后写上你喜欢 有的人会拿几刀 有的人甚至会拿那个小刀片 在手臂上 然后刻上他喜欢的那个人的名字 我突然想了一下 台湾这边都是写繁体字 会不会刻的刀数会太多了一点 所以你一定是过加油小汤 这首歌怎么我听下了 和在场的选手听下来 感觉完全的不同啊 其实我听这首歌 开头他就没有抓住我 然后这首歌结束的时候 然后镜头给到一些在听的rapper 他们的眼神啊 就听得特别的认真 OK来听一下下一位选手 你若准备好的位 听下来看看 DJ来瞧下去 我怎么就是隐隐约约 在这个老哥身上能够看出一点 阿跨面的影子 你们有没有发现 而且这个什么人柱肉造石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33年老店 我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样子 这条瓜喜欢大条哥 请看 我拍AV车 是接来的 时间到就得还车 穿的名牌 是房东 等着这家 谁不饿 出门都被冰释 在不过是我叫来的 无奔我也有台上帮我们跑车 唱拍还是那简单 我就是这么这么胡闹 连哥们都某某某奇妙 我去某一代表 歪铁骄傲 谁说我的屌 现在不流行 也是当道 我的当想就是指标 我的手 我叫我叫你叫队 把爱和不想弄力了 大家拢这些爬旧 我表演全白痴 其实还行 我感觉他的歌怎么就是 又难听又好听的 就感觉很复杂 他的歌有点魔性 跟他这个人也很像 歪去 不 不 不 呵呵呵 我感觉他这首歌 整体的flow 其实做的还是可以的 就是感觉他演出来 有点不合适 不知道是不是服装 还是形象的问题 如果是Bridge唱的话 可能那个味道就更浓厚了 其实这首歌的trap味道 做的还是比较正的 因为在最原始的那种trap 就是一群那种玩世不恭的人 唱出一种特别戏谑的那种感觉 我感觉这个老歌能写出这种味道的歌还是可以的 可惜他不合适唱这种歌 做歌最大的印象就是你喜欢的那种东西不适合你做 其实做音乐我觉得最大的一门课程就是一开始要做音乐啊 要首先要认识自己 你首先要看你自己魅力点在哪 你的缺点在哪 如果说是你能够看到你自己了 你到底能够帅些什么东西 其实音乐制作这条道路还是真的蛮有意义的 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 然后再去面对别人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成熟的状态 我不知道看我视频的音乐人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想法 特别是做这种嘻哈音乐 我感觉自从自己接触嘻哈音乐 素质稍微降低一点 这种自我的约束稍微解开一点 整个人都开心多了 其实大部分的开心 都可以通过甩开一些你身上的一些束缚去获得 真的整个人都开心多了 OK这就是我的reaction 希望我表达出来的这些不同的信息 你也会感兴趣 OK记得订阅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